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温克勤这个角色对你而言是一种挑战吗? 刚开始看的时候是觉得挺难的 因为我没演过这种多面青的人物 在进组之后跟导演交流或者唯独了之后 慢慢的找一找这感觉 现在就越来越好了 这是你第一次饰演反派角色吗? 算是吧 但是在我理解里面 温克勤他不能算是一个反派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身上有他的闪光点 他的这个坏他有局限性 是对一部分特定的人群 杀害他父母爹娘这部分人 他才会显示出他要报仇的这个心态 对无辜的人还是会有怜悯之情的 这台词你有哪些技巧? 哎呀我之前画牢这种角色真的演的挺少的 温克勤真的是个画牢 在周子舒旁边 那就是全靠他得不得 一直在旁边烘托气氛 诀窍的话没有 那还是得多背 你和其他演员私下相处怎么样? 单看感觉我们大家性格都有点内向 接触了一段时间大家就都默默和好了 我们有个小群这个主创的 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 我要去上海参加一个活动 请了一天假 所以我在那群里说 大家有没有要去上海拍的一些东西 我给大家拜会 群里没一个人恢复我 没有 我下午发的到了晚上 张老师可能看到群里面太冷漠了 就回了一句替我解了个威 当时弟弟也在 张成岭也在 然后周爷也在 但其他两人都没回复我 非常高乐 但是大家都挺合得来的 这是有点共同点可以聊 对 第一次和张哲瀚合作你有什么感受? 张老师感觉有点老干部 哈哈哈哈 我也有点老干部 张哲瀚哪些地方让你觉得很老干部? 挺多方面的 他不喝饮料 对就喝温水 健身吃饭非常规律 不玩手游 也就喜欢大高尔夫 然后就听他说四五点钟好像都要 起来打一局 只要有时间 跑完瓶的话是要到冬天我才会用 他是夏天都在用 张哲瀚觉得自己是冷场王 对此你怎么看? 可能他的点我们大家不能get到吧 他很多时候会觉得 这个点很好笑 我跟周爷 好笑吗? 对一个经常健身的人 在组内你是怎么锻炼的? 不是说特别喜欢 就是觉得有一个事情得坚持一下 线条什么的 就生怕就会过一段时间不练了就没有了 所以就会坚持下去 诀窍倒是没有就有时间就去 古装剧需要戴头套作为男演员会不会不舒服? 当然不舒服 我这两天都过敏了 之前我古装基本上都冬天拍的 夏天没有经验 长了一圈小疹子 然后昨天我再捧一圈还出住了 有些给我说擦什么药之类的 作为四川人你平时会吃的很辣吗? 没有现在都不能吃辣了 前两天 张老师他们家做了一个那个江西的拌米粉给我吃 炒的那个辣椒我都受不了 我还跟他杠上了 我说我们四川的比较辣 他说他们江西的辣 但是也是嘴硬属于 确实挺辣 我就出来太久了 吃的都比较清淡 不太习惯了 会如何推荐我们山河令? 我们可以以灵性 哼哼